哈喽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做介绍的呢是Toyota Camry的5代 那这一台呢是05年的2000cc的 它的底层数有点高 所以今天要做的动作就是更换KT Racing的道路板避震器 那有一些的底毯零件 譬如说理载串还有厚房琴杆的橡皮 也都损坏掉了 所以会在今天呢一并做更换 那前面的部分预计等一下降下来大约是两指半的车高 大概是两指半左右 那前面的道路板避震器 KT的话有附上座 5座很特别 5座大部分的避震器的厂商呢 它的上座都是需要沿用原厂 后面也是 那KT的话都有附上座 而且呢5代的上座可以看到呢 它有一个特殊的斜度 它的上座是有斜度的 需要把这个上座的斜度呢 做的比较接近原厂的斜度 它的上座的寿命 还有转向的时候呢才不会有异音 寿命也会比较增长 那KT有附上座 这个上座的轴层呢 是日本奎欧的轴层 那5代的话很方便 引擎室呢直接打开 从这个地方呢就能够直接调整柱尼 H的方向 40帧 它就是变硬 逆时帧的话就是变软 这台是2.0两千cc的 所以它的弹簧的配置呢 是配置的 配置7公斤的弹簧 那它前面的话预计降到两指半 这里有一些固定的位置呢 是油管架还有ABS感应线的吊架 这些都是比较原厂的位置 那本来的里长数比较高 所以它的里载酸寿命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一并把它更换里载酸 避免有异音的状况 它前面的主尼友的部分的话呢 里面的填充的主尼友是意大利IP的主尼友 是意大利一整桶原装进口的主尼友 那里面内部的话 油封的部分是日本NOK的油封 这是前面的部分 这台是2千cc的 前后的悬吊系统呢是麦花层 那其他的底盘呢 目前都还是维持原厂 这个是原厂16寸 215 60 16 这里有要一起开换的东西 这个是后面的里载串 前面的里载串已经更换好了 还有后方情感的橡皮在这个地方 这都是很一般的消耗品 所以坏掉的话就直接把它换掉 这个是原厂拆下来的避震器 那这个呢是前面的原厂的里载串 Kemory的里载串 其实还蛮耐用的 使用的里程应该这台应该开了十几万公里 那后面的话它的避震器 后座的是在后乘客座的上方 所以需要把这些后椅背呢 拆开之后才有办法看到这里的上座 那上座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个延伸的调整机构 就不用再拆内装 就能够调整里面的阻尼 在这一支 所以一样它顺时针呢是变硬 逆时针呢就变软 但是因为延伸起来了 所以它的手感的话 就不会像前面那么直接 那它的后面上座呢 一般的品牌都需要沿用原厂上座 像这台车呢已经超过十年了 所以它的上座呢 就算拆下来使用也有可能坏掉了 那万一这样状况的话 如果有因是KT避震器的问题 或者是它原厂上座的问题 就很难理清 所以我们都有附上座 KT的话呢 有问题很简单 就是KT的问题 那后面的弹簧很特别 因为后面的它的弦吊系统是麦花神 所以它的后悬吊 其实乘坐感觉很敏感 所以我们打了一条非常大卷的 大型的弹簧 然后上座的话 沿用原厂形式的上座 所以这样的弹簧率呢很低 而且这样的弹簧喔 它的乘坐感觉呢会很舒适 那防尘套的话 它一整个全部都把轴型照住 第一个不会积水 第二个它的防尘效果的话会很好 那这个是后下脚管的部分 李仔串的话还没装 因为等一下的话也会做太换 这原厂李仔串都坏掉了 所以等一下会一并做更换 所以它的前后的悬吊系统都是麦花神的 这个是五代啦 六代七代也是一样 到了八代之后 现在国外有上市了 台湾也差不多快引进了 的悬吊系统呢才会改成TNGA的底盘 到前一代七代为止呢 都是四轮独立式的麦花神悬吊 五代六代 它最大的状况就是里程度到了之后 它的后旁青杆的橡皮 这个地方后旁青杆橡皮呢 它的间隙会变大 变大之后遇到坑洞 就会有间隙感 就会有很低沉的异音 所以如果有拆装到避险器的时候 可以里程度多的话 可以留一下五代还有六代 它的后旁青杆的橡皮 是不是有有孔已经有扩孔 有扩孔的话它上下摇晃的时候 就会有间隙 那旁青杆作动的话 是一边高一边低才会作动 所以两边同时作动的话 就不会有异音 就会路况是一边高一边低的时候 这个防心杆的地方呢 就会把声音传达到避险器上 避险器就会传达到上座里面 车底的话 就会寻思起来 就会有一个异音的感觉 所以就要留意一下 它的后防心杆的橡皮 OK 以上是五代Camry的安装分享 如果车友们一样是开这台车 需要试程的话呢 也可以跟我们的KT Racing联络 谢谢大家